第一局的比賽大家都會希望能夠溫溫的 上次 扶手要一個外角 投手球速絕對領 結果這一棒用碰的 一雷手接到之後 觀念都是這樣子齁 就是說二雷有人不管怎麼樣 如果可以你盡可能的把他往右邊去推進 那至少可以把自己二雷上 幾天一個禮拜沒打 剛碰球的時候 很渴望要去碰他 其實過去一個禮拜完全休息 嗯 結果你 突然叫你這 要揮不揮的情況下 一雷神說有出棒 結果 李承林被這一個 比較偏低的變化球給掉中了 完全殺不住車 沒錯 弄到極限來幫助球隊 沒錯 最後 那我們這個小胖 小胖 腿短這樣 批下去是蠻 好球 是 喜歡高大的選手 接球涵蓋範圍會比較大一點 沒錯 來看一下這一棒來到游擊方向 打得強勁但是直接遭到籃節 對 然後分數又是平手的情況之下 兩邊注意一下不能守太前面 因為我們在請擊場也有看到 因為手臂位置太前面的情況之下 然後讓對方請 可用之兵 是 那換句話說 玉里高中在打擊上 就必須要加油了 結果這場比賽給 投完 因為畢竟應該是採一個雙先發的概念 對 當然今天新大富農 所以我們在 尤其是 右打者在 打左外野的方向都會覺得 球很像 不看起來應該沒事 是 新大富農的野手也是稍微跟 跑者稍微致意一下 不錯 來看一下這個王曼斗 打到了 背部的位置 下背部